现在中国不断发出捷报 说华为推出的新手机MAT60 它的性能非常好 非常受到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欢迎 而且它的销售量非常的理想 但问题是 如果今天华为卖那么好 那你的周边的供应商 照讲应该要跟着水涨船高 而现在华为能够推出这个MAT60 最关键的是 它的晶片竟然已经到了7nm 就算美国怎么样的封杀 怎么样的封锁 我还是突破这样的封锁线 但问题是 帮它做这个晶片的中芯国际 它的财报出来了 它的财报出来就是 它的的确 它的营收增加了 即增加6.03% 但问题是 它的收入 比如说我的这个收入 减少了51.8 我的卖的这个东西变多了 可是我的收入减少了 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说的 因为你要做7nm 你要重复曝光 你等于是用非常繁复的程序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要达到那个效果 完全不符成本 所以你是卖一只赔一只 也就是现在中芯的状况 就是如此 还有现在美国完全封锁之后 是不是真的已经完全封杀了中国AI之路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的商务部组 他们讲商务部长讲 攸关国安晶片制造是无法协商 好 在这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慧珍你好 大家好 走 华为推出了MED60 大国崛起 我们突破了美国的封锁 美国反正讲 你封锁我们的晶片 封锁我们的半导地 你让我们14nm以下 我们都买不到 你让华为没有办法再往前进阶 可是我的MED60可以做到了 我的MED60真的已经做到了7nm 而且他说 我不但是比肩苹果 我还是可以俯视苹果 好像他做了一个独一无二 宇宙独有的手机 可是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出来了 现在MED60你真的去研究 或者看他周边厂商 他真的确定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 真的已经伤筋动骨了 而且如果遥遥领先的话 那这次习近平他去美国 他要谈什么 他要谈你不要再对我科技风筒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过去一段时间 你知道中国人买到这个MED60 他们一定会POG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对那同时就把这个雷蒙多弄出来 那雷蒙多是最佳的这个代言看板 好但是问题是 目前为止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最重要的代工伙伴就是中兴 他们为什么能够突破 就是说我们中国也可以做出 没有实施没有这个EUV 我们障碍可以做出7奈米的产品 对做出来了 中兴告诉你做出来没有错 但是呢是我赔大钱去做出来的 赔大钱 中兴最新公布的这一季的财报里面来说 叫上一季营收是成长 也就是说华为的订单进来 让他营收成长 但是获利是大幅下滑 也就是说我这一个订单 看来不是个订单 是变成这个毒药 你说卖越多 赔越多 好那中国一直因为MED60出来之后 他们就说我们这个超越这个美国 我们根本不怕科技的封锁 但这几天的时候 中兴国际的原副总裁出来讲 他说中国半导体缺乏有三缺 缺乏这个核心技术 缺乏高端人才 还有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 还有规划 他说落后国内 国际超过5年的水准 所以中兴自己讲 连我可以做出相关的7奈米金面 我都说落后至少5年以上的这个世界 所以他讲说现在半导体的材料 设备 设计软体全部都是进口 中国唯一能够自制只有10% 对 也就是说因为他讲这个 目前习近平大家也知道 所以这次原本要去跟这个拜登要谈的时候 就有这些相关的晶片的问题 就没想到因为这个有会前会 会前会的时候 雷蒙多已经跟中国的对口单位就说 攸关国外问题的 这个是不能协商 没得谈的 没得谈 这件事情都没得谈 他说包括这个最新最现金的这个晶片 还有人工智慧AI模型永远不会落入中国军方的手上 所以他也告知了拜登这一点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说 中国跟美国是没得谈的一个境界 而且他多可怕你知道吗 中兴为了接 刚刚讲的接华为这样的订单 或者接要求达到中央所下的命令 他第三季的获利 居然掉了八成 对 没错 那就是这一颗晶片 就是MAT60的这个晶 MAT60的这个麒麟9000S的这个晶片 相较于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很多人就说 这是台湾啊 这是中国啦 这是封装的这个技术啊 连版本都不一样 真的是在中国做的 真的是中国做的 对 中国做 中国中心目前为止没有说 但是大家 那他拆解的状况就是说 可能用这个N加2的这个技术呢 做到7奈米的这个状况 好 那好 我们就来看嘛 你如果真的是这么好的晶片 我跟大家讲 台积电呢 也刚公布10月份的营收 非常漂亮 为什么 因为现金制程非常多 所以营收创的新高 今天股价大涨 照理说 好东西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中国不是 中心刚好公布这个财报 他第三季的营收是 117.8亿人民币 然后呢 年减10% 计增6% 你看年减 因为年减是正常 因为大部分的半导体 都是年减 但是他计增 计增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华为的订单 让他整个营收 的确是增加了 那增加的话 照理说 如果华为的订单增加 那你的获利要增加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重点是获利 我不要做这么赔钱嘛 但重点是 股东的获利是 6.78亿 那这个 重启衰退很多 但是季减51.6%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营收是增加的哦 但是我获利 还是比上一季 季减51.8% 也就是说 我新增出来的东西是 赔钱的大钱坑嘛 所以这 由他公布的证明说 华为这一颗晶片 绝对是中心 输血 吃血 输出的一个产品嘛 所以卖一个赔一个 对赔得非常惨嘛 你看 我营收还增加6% 就我获利券 减了51.8% 你就知道说 这个东西 营收增加的 就是华为的东西 但是 获利刷减那么多 告诉你 这个晶片的确是 中心在流血 输出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本来想说 用华为卖的这个60来证明说 我已经突破美国的封锁 是 可是他付出的代价 也太大了吧 对 没错 因为付出的代价 也太大之后 结果你知道 中国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 这个美国人 又对这个所谓的 中国包两家科技公司 一个叫避任科技 一个叫做 摩尔县城公司 我进行一个 这个所谓列为 列为实体清单 没多久之后 这个摩尔县城 马上就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被列为 这个实体清单之后 我们就已经宣布要裁员 裁员比重 大概是10%左右 所以因为美国一动手 我就要裁员 这个目前为止 避任科技 也是可能都要裁员 所以就是说 美国这样子秩序 对你杀了之后 的结果来说话 你根本完全撑不下去 那甚至上 前一阵子 因为美国现在不是 不卖给你这个 先关的AI晶片吗 那像中国又在那边说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用这个 华为的这个晶片 这个华为的这个 升腾910B的这个晶片 来单程式 这个取代 NVIDIA的这个产品 全世界保险你知道吗 这个910B是什么意思 是三年前台积电 帮华为代工的产品 他们现在在拿出来 也就是说 没有东西可以用 没有东西可以用 那怎么办呢 结果NVIDIA也说 好啦我知道 你没有东西可以用了 我们又开始 新开发新的版本 从这个A800 A100 H100 到A800 H800 那现在呢 现在是 H20 还有L20 还有L2 三个规格 我们开发出来 那三个规格呢 因为美国有设立一个 所谓上限值 他保证这个上限值 是不会超过 我们那天不是有讲到吗 黄仁勋说 他10月26号晚上 收到美国来的一个大堆的文件 他们就在查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规范 他们马上就制定出这个规格 但这个规格来说 我跟他讲 人家就说 他有相关的数据出来之后 对比一下 他只有H100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 你说A100 H800 对 H100 A800 对 还是一半 对 现在只要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所以他事实上这个 等于是非常不能够用 但是问题是 这对中国来说 已经堪用 所以他美国目的是什么 美国目的就是要 被压住 我拖慢你AI发展 你必要 我用一颗 你要用十颗 那你用十颗的话 你的电力耗损量更大 就是美国用这样的方式 拖慢中国AI的发展的这个状况 而且你要讲的 现在可怕是因为 AI真的已经浮在面前了 因为刚刚讲 台湾现在AI股全部都大涨 而且刚刚讲的 AI股已经不是空中楼阁了 AI已经是铺天盖地而来了 而且刚刚讲的 你现在都不管亚马逊 你不管是Meta 包括你任何的企业 都有AI产品出来了 对 我上礼拜不是说吗 没有多久之后 我们看到微软 会变成全世界市值最大 它现在已经跟苹果公司 越拉越近 可能在这一两礼拜内会超过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亚马逊也是一样 还有eBay 他们现在怎么应用 都有AI应用 亚马逊目前为止 准备要大量投资AI 他未来明年可能要投资 数百亿美金在这个AI上面 好 他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只要 我只要给他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来说 就譬如说这个照片 这一个物品的照片 结果他就马上就可以生成 我适合这个物品的 Promoter这个照片 就可以生成出来了 你看他给你很多被子 很多照片 你可能要用怎样怎样 然后我还可以点这个 你只要跟我说你要怎样的背景 我马上就可以弄出来 那帮你选出适合的这个背景图 所以我一个锅子 对 这个锅子我的背景要放在哪里 对 这个图要多好漂亮 你说后面的捏起 对 都是AI生成出来的 对 过去那时你可能要请个摄影师 然后请个摄影师 然后摆盘 对 什么东西 你要租个摄影棚来拍 现在不用 你只要跟他讲 你要这个定位是什么 你只要这样 他就可以生成很多照片 让你选 你看这对卖家来说多好 对 我只要把这个产品PO出去 你就生成那么多照片 我就可以随时点 我最认为可能最有吸引力的这个照片 所以我要卖给你一个烤鞭包机 这个烤鞭包机你要怎么用 你要怎么去promote它 它自己会跑出来 对 它自己给你这些东西 好 那另外Ebay也是一样 Ebay也是 你看 这是Ebay的示范 我只要给你一个这个 像是这个所谓这个 这个水壶 水壶出来之后 好我就这样 然后我只要这个大概跟你说 我希望说这个标题是什么 然后这个描述是怎样 我希望有怎样的感觉 那我产品就会什么时候发布 然后它大概是怎样一个产品 我只要跟他讲这个照片 然后输入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画面之后 他马上就输出来了 输出来之后你看 他还会跟你 他还会给你 马上就生成一张照片 然后照片之后 他还跟你说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帮你写文案 那这一款这个水壶 是你户外探险的可靠伙伴 他采用优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 可以确保你的饮料 在几个小时内保持冷或热 它配有安全盖 可以防止任何洩漏还有益处 非常适合远逐露营 旅行或是日常使用 这一段文字都是AI写的 好嘞不只AI写这样 他还跟你说 我建议你 因为我们知道说 你这个产品 大概我可以找出说 你现在净品有多少 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产品的价格是多少 我给你建议 还有运费是多少 我也给你建议 他会占运费 所以他跟你讲价格运费 还有你要这个相关的 你可能要哪里找什么 什么托运商啊 我都可以跟你讲 所以他等于是我只要一个商品 我只要拍一个商品 这个商品你要怎么去布置 你的商品要怎样的文案 我都可以生成出来 我只要大概的跟你说一下之后 我要什么样的目标族群 然后就出来 出来之后马上就给你了 所以他真是就是 照片来说 这个对Ebay来讲 Ebay的卖家来说多好用 所以你要图案给你图案 要文字给文字 所以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 美国的AI已经发展到 这样一个局面 好那除了这个AI这个发展之外 另外一个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有一家新创公司呢 他在做一个类似AI的这个产品 我们过去都用手机对不对 未来AI可能就不需要用手机了 他用一个类似这样 他这前面当然有一个摄影机 就像一个别针 对摄影机跟别针 那里面可以投影 所以你看 他可以投影出热特的讯息 在这个地方 然后投影出 你说投影在我的手上 对投影在手上 那因为呢 他有这个camera 所以你看你可以拍什么 这个你看我可以弄个火龙果放在桌上 放在我的这个面前 然后火龙果他就跟你说 这是火龙果 很健康 还蛮好吃的 然后他会问这个 他会跟他说 我可以问他说 这个是什么 这是性能 那性能 我说这有多少个蛋白质 他马上跟你说 这些性能有15克的蛋白质 也就是说 因为他有视觉 所以我只要点了他 他可以判断出这什么东西 我可以真的他问问题 他就给我回馈 如果我要减重 如果今天我要健身 那重要的是我需要蛋白质 所以我哪会去寄一个蛋白质 我拿一个东西看 这蛋白质多少 这个是鸡胸肉蛋白质多少 一个鸡蛋蛋白质多少 一个坚果蛋白质多少 我就直接算出来了 对他就跟你说 这大家有多少蛋白质 都跟你讲 好那除了这个之后 你看这本书 我看到这本书 网路上多少钱 他马上就跟你说 28块 好那直接买 直接买之后 他就帮你买了 所以他整个都是这样 所以我说买 他就买了 他就帮你买了 他就帮你下单出去的 还有帮我什么 他可以知道 即时翻译 因为这个机子来说 他可以接收外面的声音 所以接收外面的声音 他等于是 你只要带上这个耳机 然后他就直接 比如刘宝洁 我们都讲中文对不对 我就可以即时翻译 我要翻译成英文 然后即时翻译成英文 所以他这个就是 非常强大的叫AI pin 所以他就说 哇这个商品搞不好 搭配我们的任何的人工之后 就变成是 取代iPhone的明星产品 对 你这样子讲 iPhone所有的功能 他都有了 对不过iPhone也不是省油灯 iPhone已经推出 他明年的Siri 会完全用AI化 会更加强大 所以来跟你讲 现在我们都一直讲说 AI大家都觉得很虚幻 对不对 但是没有 从现在为止到明年 我们会看到 非常多AI的应用 或许这个发展 会非常非常的突飞猛进 现在欧盟已经非常清楚的 点名 华为跟中心 已经构成风险 呼吁全体欧盟成员 你们不要再用 华为跟中心 现在华为 他还有一口气 是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些 欧洲的市场 如果这些欧洲的市场 全部禁用的话 那华为真的是 没事吧 他真的已经没有办法 继续的生存下去了 那现在为什么 整个欧盟 要对他下这么样的重手 难道我只是配合美国吗 还是说 我有什么样的压力 是说 搞了半天 原来在2019年 没错 华为居然去监控 欧洲的公司 对 监控欧洲的公司 被完全的 人赃俱获 就是因为 华为这个间谍的行为 让欧洲彻底翻裂 没错 最近最新的消息是 欧盟直接就点名说 华为跟中心的构成风险 所以要求全体的成员 不能够用 华为跟中心的所有产品 宝贤 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对这两家公司来说话 是致命的打击 为什么这样讲 自然2019年 欧盟就有说 我们要为未来的5G规范 要定更高的规格 有些国家的产品 不能够使用 但他当时没有说 华为跟中心 他现在是直接就点名 所以这两个企业 现在目前不能够用 这是欧盟第一次点名华为 他直接把这两个点名进去 他以前就说 我们要安全的网络 但是他没有设限 但是现在就直接点名 这两个不行 那为什么不行 第一个 现在欧盟27个会员国来说 已经有24个了 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所以现在有华为的设备 你要嘛就拆掉 要嘛就是未来就不能够用 为什么 他就规定说 未来我们欧盟之间的 这个communicator 互相往来的时候 不能够用这些设备 所以如果你没有 我有华为 我是没有办法跟你通讯的 我就会被整个欧盟孤立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应该现在欧盟的国家 应该都要排除掉 所有华为跟中心的设备 但是为什么 欧盟会突然变得这么的激进 对 变得强硬 主要原因就是说 因为2019年 华为对丹麦这个国家里面的电信公司 他弄得非常 我觉得真的非常夸张 不只是渗透你 我用美人计诱惑你 然后我还跟踪你 然后我还窃听你 然后我还知道你的这个 标案的这个状况 我还出动无人去跟监你 所以这些状况呢 保险这些案情呢 我们过去都不知道 但是因为被丹麦 他们当局调查得非常清楚 对 抓到之后 所以丹麦就通报这个欧盟 欧盟通报美国 大家才能不知道2019年 为什么很多国家开始对 禁用华为 华为非常的激进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他2019年放下了 在丹麦放下了一个 非常夸张的这案件 所以你说华为当时为了抢标 为了做生意 他居然去渗透那家公司 对 居然用美人计去笼络那家公司的高层 甚至还在这家公司里面 装窃天计 装窃天计还不够 他用无人计在外面监去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 这是Bloomberg他中了非常大量的采访之后 写了这篇文章 因为华为有这个标案 然后我们用这个标案 去抓了很多原本的华为的内建 这样的状况 好 那为什么这样 其实在2019年以后 丹麦有一家公司叫TDC 是当地非常知名的这个电信公司 那因为它的网络是跟 丹麦政府的情报局有互相挂钩 所以他们当时有一个 两亿美金左右的这个标案要出来 那当时有两家公司 一家叫华为 一家叫爱立信 就在2019年的3月5号的这个会议 早上的时候 其实当时呢 这个爱立信的标案的这个 这个价格是比较低的 所以原本他们已经要宣布说 由爱立信得标 所以在当天的会议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高级的这个执行副总 阿洛塞出席 还有当时华为丹麦的这个 分公司的这个CEO蓝阳 还有包括说相爱立信的人一起去 可是进到那个里面的时候 可是进到那个里面的时候呢 宝洁你知道 这个后来人家就跟他说 这个所谓副总裁 我们早上的时候收到 在凌晨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早上要开会 在凌晨的时候 突然之间 这个华为寄了一封信给我们 一寄了一封信 他们要修改他们的报价 修改最低标 对 修改他们的报价 修改报价之后 宝洁你知道吗 结果他们的报价 刚好就比爱立信还要低 所以现在变成是这样 你难道要让这个 让华为得标吗 所以他们现在要开这个会 是要互相来讨论一下 所以说我在这个招标案的时候 爱立信本来是比较低价的 结果没有想到 在要绝标的那一刻 华为居然丢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刚好比爱立信低 对 所以他们早上要开这个会 然后开这个会 要大家互相来商量嘛 他们互相商量的时候 结果这个副总裁 看到这个华为分公司的这个西游 他就觉得更奇怪 因为他好像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因为你知道早上会议里面 你找他们来就要宣布说 有谁得标 可是这样应该很紧张 可是他是一副就是很气定神险的这个样子 然后就这样进来 他就觉得很怪 很土地 对 他就觉得很怪 他说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样的状况 就后来这个副总裁就说 那我们今天不要开了 因为他似乎知道说 这个华为一定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你说阿洛塞闻到不寻常的气味 对 为什么 因为他是说 后来他跟他们相关的调查人说 明明这个爱立信的这个价格 是我们大概公司只有12个人能够知道 那为什么华为能够在最后一刻 他因为他在最后一刻出来的价格就比他低一点点 那没有他不是知道的话 他这个所谓 人家都不相信 他一定是知道这个报价 觉得底标被泄漏了 对 好 那底标被泄漏的时候 好 那这时候呢 这个TDC公司要做什么 他做第一件事就是开始调查 公司到底是有谁在泄密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这样 就后来他们就问他们 问很多人就说 有些人就说 我们这个好像有常常会被 这个陌生人跟踪 长达一年的一个状况的这个情形 好 那后来他们深入开始调查下去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一开始组一个什么 组一个这个泄密的这个团队 用安全团队来 来这个 来这个调查公司里面的人 就调查公司里面 保险上 很夸张是说 他们要开始做的时候 他们公司里面很多人都开始在支持 华为的一个状态 就很多人就说 不要对华为进行这个华为问题 所以他们就开始 把所有的这个爱立 跟发送爱立信 还有看过这个文件的都完全看 因为爱立信的标案 他们完全看过一遍 然后还开始调查说 谁有跟蓝阳交谈过 完全调查一遍 那后来他们还发现一个 这个天大的秘密 他们后来还发现说 这个蓝阳的公司 就华为 他们的公司就在 他们这个TDC总部的对面 而且那个地方 还有很多华为工程师在工作 也就是说 在这个TDC总部的对面 华为就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人家说 难道他们有能力渗透进来 这里面还是做了什么事 就你知道后来 他们去调查所有人之后 发现到说 有一个TDC的高管 他固定跟华为的 这个管理阶层这个界面 而且用华为 送给他的华为手机 而且他去中国的时候 还跟一个迷人的 华为女子的互相的谈恋爱 后来还发展成恋爱的关系 所以他 有一个高层 对 华为用美人机 对 等于说我不带给你手机 对 还给你一个秘书 所以他们当时很仔细的查 但是没办法查到说 是他泄露这个 所谓爱立信的报价给他 但后来他们找到一个人 叫哥德斯坦 原来是他才是真正泄密的这个人 为什么 那后来他们调查 他们调查说 因为他们没有用华为的手机 但是他们去看他的电话记录的时候 用电话的记录 家里面的电话记录 发现到说 他常常跟这个华为的 当地的CEO 打电话 还有发简讯 而且呢 他们常常约在这个 安格利特的这个饭店 在这个地方 他们在那边吃饭 这个是安格利特 对 这个是安格利特饭店 因为他是当地的五星级的这个饭店 而且你看平均房价来说 都两万到三万左右台币 左右这个状况 所以是 很高档的饭店 非常好的这个状况 就他们发现到说 原来是在 绝标的前一周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爱立信的价格已经来了 爱立信的价格之后呢 就没想到 格登斯坦 他马上就把这个 蓝阳 蓝阳约出来 约出来之后 他就提交一些文件 提交文件给这个蓝阳之后 后来没多久之后 赶快这个 比爱立信更低的标价 就送到了这个TTC的公司里面去 所以现在都知道 所以有内鬼 对 然后他们去查了这个格登斯坦 就被他发现到说 他真的 他在联想 因为他们 他有一台联想的电脑 里面有非常多证据 这个证据里面来说 就有所有的报价的文件 可是问题是 宝洁 你没办法 就算是他 他不是那个他们 他们知道的12个人之一 但是到底是谁给格登斯坦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查不出来 所以就是说 ADC只有12个人知道 格登斯坦不是其中之一 是透过格登斯坦 去跟蓝阳说的 是的 可是他怎么拿到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现在为止还是个谜 所以你知道 原来是有内鬼 泄漏给这个华为号 而且还有美人计 对 那泄漏给华为那就算了 结果没想到 他们在 这个他们在这个 我刚才不是说吗 他们有一个 他们要去检查 他们公司所有内部的状况 因为不是内鬼 那是什么 被窃听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 去在公司里面 所有的这个设备 完全都 完全都检查一遍 检查一遍 他们检查很多 麦克风 远距离的麦克风 就是可以收音 收音来 他说 那这是不是我们的设备 他说 跟我们的互相的蓝牙 什么都可以连接 好像是同一个设备 但是没有人记得说 这是谁装的 没有办法记得 这是谁装 所以这到底是谁 怎么会装进来 我们不知道 他们后来不是 要调查这个 这个所谓案子的时候 他们这个调查 还搬到一个办公室 这办公室是 他们没有人知道 因为要远离公司 远离公司 就他们搬到一个 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办公室 这个15楼租了一个角落 角落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人知道 他们每天离开的时候 要把什么 他们的手机什么 装在军用的 这个黑色安全箱里面 然后运到这个市中心的银行 然后推到金库 完全都要这样的安全防备 因为避免说 我如果这个公司用的手机 放在这边 被你划为渗透那怎么办 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每天下去 每天离开的时候 都要检查你的notebook 什么全部都 你有沒有篡改过 你有沒有自修什么资料 用这样去防范 结果呢 结果你知道 结果你知道 我不是说吗 他们这个新办公室来说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 结果他们办公室第一天 就被骇客攻击 天哪 而且瘫痪了半个小时 刚刚那个大楼 是有一个律师事务所 这个律师事务所 根本没有人知道 结果我们偷偷跑去 而且每个人手机都要交出来 竟然还被骇客攻击 他们TTC里面都不知道说 这个团队已经搬到这个地方 结果没想到 第一天进去 这个办公室 就已经遭到骇客攻击 攻击瘫痪了半个小时 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 他们发现到说 很多女子在这边拍照 很多人就在这边 上上下下在这边拍 然后在窥探他们这样的状况 结果没多久之后 保全最夸张的来 结果没想到在晚上 有一天 3月20号的晚上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他们这个保全 就发现到说 他们在那边巡逻 保全发现说 我们公司的窗外 好像有一个灯在那边闪来 闪去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保全 他们居然发现到 有一台无人机在那边飞 无人机 他们的窗外飞 那飞飞飞 就是这样 就是在窗外飞 窗外飞 他们完全吓了一跳 我就说怎么会这样 结果他们后来 早上这个保全 跟他们报告说 有这件事 结果他们就想 为什么这样 原来他们知道 原来他们办公室的窗帘 没有关上 没有关上的时候 他们有白板在这个地方 白板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这台无人机 就是在这边 看你的资料 所以看你的资料 看得那么清楚 所以出动了无人机去 结果没想到 他们大概知道说 这一定是华为搞了鬼 结果没想到 还有更夸张的 他们这个调查已经结束 就是确定说这个是这个内部的内鬼 然后他是他泄露给这个华为 然后两亿元的标案最后也是 因为华为是不当取的 所以最后是由这个爱立信得标 就像这些成员要准备要去庆功 要庆功吃饭的时候保洁人知道怎么样 居然有无人机来这边拍照 来这边拍他们 你看就是这样 他们在那边吃饭 就无人机来拍他们 就完全非常紧张 说这个无人机来干什么 就像这个无人机飞到一个 在远处的一台车 然后降下来的时候 车里面出来一个人 然后把这个无人机带走的时候 这个人就走了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 华为从头到尾在监控 你们在干什么 然后这些动作完全都被TTC 还有丹麦的国家所掌握了 好所以刚才讲的 因为TTC发现有内鬼 然后去查 查了以后就报到欧盟 欧盟就报到美国 所以美国欧盟全面的反制 对好那你知道 为什么这样说呢 结果你想要 你看美国给他的这个 起诉华为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华为内部有一个竞争管理小组 就是专门提交所在这个 这个现象里面的内容 就是提供所谓有价值的 被所谓有价值的这个 就要求你要查到对方的最低价 这就是这样 他说华为内部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就是从丹麦这个案件 你就知道了嘛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知道华为最后还做了一件事 我觉得让丹麦完全受不了 因为华为呢 他马上他知道说 这个蓝阳知道说 可能得标的不是我是爱立信 他居然跟TTC说 你最好还是要用我们的这个报价 不然的话 我们恐怕来 你们这个未来 你们跟中国的合作 会有很大一样 威胁 恐吓他 甚至后来的 他们还发现到说 直接写信去跟总理讲 所以等于是说 威胁总理 对 威胁当时的这个丹麦总理 叫拉斯木森 所以等于是 他们还用这样的竞争的方式去 这个不正当的竞争 那这些证据 全部都流到了美国 所以美国才会用起诉书 在写他这个样子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传到欧洲 欧洲开始就说 那我们以后不要再 有这个可疑国家 就20 我们刚才讲 2019年3月发生这个丹麦事件 2019年5月 美国就正式把华为 列为实体清单 因为就抓到了 你真的有 这些相关的犯罪的这个嫌疑 所以我再跟你讲 这个案件 2019年发生的这个丹麦案件 是华为真正会被列为 实体清单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好 所以董事长 今天Bloomberg这个 故事真的太精彩了 因为你刚才讲 今天欧盟就直接点名 华为跟中心 现在已经对整个欧盟 造成了风险 要大家挺用 现在27个国家 里面24个国家 已经确定 我就知道挺用了 现在比另外三个国家 你也不准跟我用 华为跟中心 而且刚才讲到 现在华为还可以喘一口气 是因为你欧洲还有市场 如果你的欧洲 都没有市场的话 那你就根本不用活了 太精彩了 你当年为了 抢ADC的标 你居然去窃听 你居然去放内鬼 你居然用美人机 你居然去渗透 你在里面装窃听器 还有当我都找不到的时候 我派人跟踪 我还用无人机 在外面窥探 这些事情美国也干了 大家都干了 这国际的标 全世界都在搓原子汤 看起来很紧张 几家国际三家四家公司 他们早就在欧洲 在伦敦 在纽约吃饭的时候 就瞧好了 都是这样 台湾这标给你 你以为是我们的交通部在瞧 你什么审查委员也没有用 他们全部 上百亿美金的这种大的案子 国家系统性的工程 全部是大公司在海外全部瞧好 公开搓原子汤 公开围标 没什么了不起 华为是新手 被逮到 老手不会被逮到 第一点 然后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怎么样 华为这个公司 你先回想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开国以来 有没有一家全世界性的品牌 没有 唯一的一家 只有华为 只有华为 这一次华为整个被砍掉 它有什么东西 它是什么江西瓷器 什么龙警察 它有什么东西 就是华为 华为这个品牌是中国自己的 卑鄙 培养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尊严 而且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 是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上有市场占有力 有5G可以吃全世界 结果这一次 经过了三年到五年时间 被美国彻底把它摧毁掉 这个在习近平心里面 恨这件事情比别的事情都要更恨 真的假的 恨之外 难怪他对孟晚舟这件事情这么在意 非常 孟晚舟全案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听 你去听听看 中国大陆的这种高层的说法 从一开始就是习半直接接半 从一开始为什么那么快的时间 把你加拿大人马上收押 马上关押 他的报复行动立刻 是习半下手的 就是习本人下命令 所以你看到孟晚舟到飞机 Landing到了深圳机场 红地毯 红地毯 他马上跟习的表态 他那个感激 对祖国的感激之情 完完全全就是习近平 一个人在主导全部的案子 然后任何条件 就是习近平本人在谈 因为这个事情对他们太重要了 因为到时候我听过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的公司 刚刚好在美国跟华为 同一栋大楼 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不得了了 FBI有一天早上突然间 啪 在美国所有的华为的办公室 全部拿搜索票进去搜索 那是什么意思 它也很简单 你就40年改革开放 中间有多少的技术 你是偷来的 那当时偷的过程当中 是谁帮他偷的 但是美国人帮他偷的 对不对 一定是有美国有内印 然后一起合作 美国的技术 什么AT&T 搞东搞西 搞到 所以华为变做大 做大是美国人培养做大的 而且美国人翻脸了 美国翻脸用司法干你 说你偷我东西 当时是美国人帮他给他的东西 以前是真一只眼 闭一只眼 对 根本就是合作 换言之讲 当时在交好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合作 利用这个便宜的品牌 来征服打欧洲市场 欧洲全部被打挂 对 对不对 所以美国人坏了坏这里 所以在翻脸的时候 反过来 小偷 然后反过来先跟欧洲讲 一起抓小偷 对 然后又反过来又用欧洲品牌 要来占领全球 所以这个中间的 你不要看着品牌之争 背后其实是这个霸权之争 跟地缘政治之争 所以欧洲在 美国在干这个事情的同时 现在的FBI的案子还在 现在的所谓的 还有华为有好几个 现在不敢出国 不敢到美国管辖范围 对 他还是被制裁 有好几个被制裁的 弄着马上就关起来的 所以华为这件事情 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商业斗争 这是典型的 完全的 中国的一个民族主义的 一个重大挫败 可是你从这Bloomberg 也可以知道 华为背后国家给的力量 有多大 该可以窃听的窃听 该给你这个所谓的 美人气的美人气 而且你想想看 我今天有跟你那么多的跟踪 跟那么多的赠 没有国家的力量 怎么可能 那你认为AT&T后面 没有国家的力量 都有国家的力量 你认为当时 在去中东去挖石油的时候 你认为那些大的 那些美国公司 后面没有CIA吗 那都一样 大到一个程度以后 全部是跟国家结合的 它只是一个好听一点 叫做民主自由制度 一个难听一点 叫做共产党的一个 共产党的一个专制独产 但是后面的本质 都是行使霸权 毫无二字 对商业帝国主义 都是百分之一百 欢迎去跟国家的时刻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 华为推出了一个新手机 这个新手机 7奈米的5G手机 虽然出来的时候 红冬布林 可是大家觉得 那只是中国自己在自嗨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拆解 或者越来越多人去跑分 发现第一个 它的成本非常高 第二个 它的生产量可能有限 然后它的良率也不高 它并没有那样的市场价值 它对于苹果的威胁 唯乎其微 可是美国商务部 还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看待 我们看到 美国商务部 它居然发表什么声音 它居然讲我们正在持续 根据变动中的威胁环境 评估在适当时间 更新我们的管制措施 我们毫不犹豫地 会采取适当行动 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然后苏立文也讲 他说我们没有办法 给你确切的天数 但这个不是几个 我们很快就会给你了 我们要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的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更清楚了解 我们要提出 怎样的相应决定 问题来了 一个华为的5G手机 7奈米的5G手机 出来了以后 为什么让美国的国安代委 为什么让美国的商务部 高度的戒备 而这个戒备 竟然已经升级到 国安等级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张宇轩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宇轩你好 大家好 走 我们曾经谈过的就是 华为推出了一个 5G的7奈米手机 而且刚刚讲的 市场觉得你很烫 你的良率很低 你的成本很高 你的生产量不多 然后你能够对这个市场 威胁并不大 可是刚刚讲到了 美国却高度戒备 今天刚刚讲 商务部是说 这个他们要采取 适当行动 保护美国国安全 而且苏利文讲 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伙伴 来采取适当的行动 那我想说 有这么严重吗 你说这个东西 要跟雷蒙多的说法一起看 因为雷蒙多 直接跟中国讲 我会卖你晶片 但是我要限制 你的军事能力 任何晶片 跟你的军事有关 我就不卖给你 你说可怕的是 现在这个麒麟9000 可能就是雷蒙多所说的 限制中国军事能力 还有尖端的晶片 跟军事结合的破口 没错 这个MAT60 Pro 手机出来之后 你想说 这个哪有那么重要 不是说它7奈米的晶片 但是可能会过烫 效能没那么好 而且成本很高 但是你知道 美国的反应不是这样 美国现在是举国 在紧盯的这支手机 商务部说 我们会采取行动 如果评估说 我们要管制的时候 我们毫不愿意采取行动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 另外苏立文说 我们现在尝试了解 到底是什么之后 我们有相对应的这个政策 你想说 一个这个华为手机 有这么专业吗 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问题出在这一颗晶片 就是麒麟9000s的晶片 美国去拆解之后 发现到说 它约莫等同于台积电的 7奈米的晶片 你或许呢 你要商用 你要做很多晶片 做到上一颗晶片 不容易 但是你要做到几百万颗 几千万颗 是有可能的 那这会给美国带来 什么样的恐惧 你会把这些 用到军事用途上面去 用到军事用途上面去 这对美国的威胁 就相当相当大 因为刚刚讲到的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 是14奈米以下 我就封锁你 代表说14奈米以下 只要你跟这个军事产业 有关的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 美国可以在AI 可以在战场管理 可以在高速运算上面 甚至在AI上面 我可以遥遥领先 我可以压制你 可是如果709千 你进到了7奈米 那当时我要限制 中国的军事能力 我要把这个所谓的晶片 作为一个割喉战 就办不到了 对 世上天蓬多之前说 他们想要用到 军事能力的晶片 我绝对不会给你最高端的 但是问题是 中国也可以生产出 7奈米的时候 这就会对美国形成一个 非常强大的威胁 所以它不是商业问题 它是军事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跟大家讲 现在美国本土境内来说 其实他们最先进的制程 是20奈米 所以美国国防产业 它要直接下单到台积电 但是按照美国国防部 目前最先进的 大概是用到14奈米 跟用到7奈米而已 但如果中国也可以用到7奈米 就差不多了 对 那是不是对美国来说 是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会担心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它要加快 为什么它要把台积电 弄到美国去 因为台积电现在是5奈米 也就是说 我这样才能够保持领先 就没想到 你居然可以做到7奈米 我们就说中国都一直是军民合用 中心的机面可以用到 这个中国的军事行动上面 美国不行啊 美国说是我要另外设计啊 问题是美国设计 现在就是14奈米跟7奈米啊 所以说 华为如果有一个7奈米 对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有一个7奈米了 对 这为什么美国会那么紧张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一直在发展 很多无人机的 这个飞弹的这个计划 还有无人机计划 这些就是要用到比较先进的 可能7奈米 甚至接下来5奈米 问题是目前为止美国也刚在发展 中国它如果做得出来 它可能技术也跟你在伯仲之间 这对美国就形成一个 非常巨大的威胁了 这样我就懂了 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机 一个7奈米5G的手机 会变成美国的国安问题 而这个时候美国在今天 马上就突出来了 第一个 苏立文对这个表达一切 我们会有反制售失 另外就是 美军的low shot的计划 今天正式展开 对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呢 因为他们有无人机的很多计划 他们当然是要把握这个所谓 军事上面的领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这些low shot 对 那你知道 这次华为 为什么又引起美国注意吗 我们知道原本华为 只有推出这个60 Pro 这支手机 但它今天又推出了几款 它又来了 60 Pro Plus 然后还有X5 还有Mate 60 保持人家 这个是折叠手机 就这样 这里面来说话 都有这个搭载 麒麟9000S的晶片 所以我们或许呢 认为说 它可能没办法量产 它或许量产的数量 可能比我们还要更多 这又会更加深了 美国的恐惧感啊 所以真的是 华为 中国 对美国叫板 所以那 那不再叫板 我是直接 直接对向雷蒙多了 我们就讲 这几天中国多嗨啊 你看这个 央视的这个视频 你看这个近日雷蒙多访华结束 深圳自己是对华最强硬的商务部长 而雷蒙多为华为代言的这个 海报在外媒疯传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影片 你看 央视还讽刺他 那甚至还有中国还在 他们还有人买这个 时代广场的广告 你说 这个 这个是在时代广场 这个是在时代广场 对 你看你看 华为 Mate 60系列 然后雷蒙多 你看 全球代言人 雷蒙多 他们还直接去那边呛响 时代广场买了一个广告开门 广告开门居然讲 雷蒙多是华为的代言人 所以就知道说 事实上中国把这件事也试为 很刻意 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现在全球团 全球团在拆它的这个 晶片 那这样 人家就说 这个 中国还给你释出非常多的照片 这照片是什么 这是麒麟9000S在封册的这个画面 你看 它就是一个晶片 然后我把它打上这个一样 打上这个外壳 然后把这个数字都打上去 你看那封装的这个照片 另外一个 全世界还去 这个美国的take insight 它是这个全世界最会拆解 它去分析它的这个 它把它 我们说它是几奈米 这个我们说了不准 抱歉 你看它是用 显微镜 显微镜 放大放大放大之后的这个状况 大家可能看不懂 所谓的奈米数就是 它这个 这个之间的这个 间隔是多少 你最小能够做到多少 三奈米就是三奈米 七奈米就是七奈米 他们的测量之后 最小可以做到七奈米 所以约莫就是等于是七奈米 甚至它部分的架构呢 可能已经有三星五奈米的这个水准 所以就是你就知道说 这个 结果这个导致什么 导致人家就说 哇原来三星啊 你的五奈米是不是人家号称的 就是只有七奈米 所以今天三星股价也出现一个下跌的状态 三星股价下跌跟华为的手机有关系 对因为你号称的五奈米 似乎就是华为说的七奈米 也是等于台积电的七奈米嘛 被人家抓出来 最后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这个 这个麒麟 九千S的晶片 可以是掀起了这个 全世界半导体的这个超天巨浪 所以说不是美国政府 连美国的等于说 所有的网站 它全部 咱们看 这是用超 等于说用显微镜 对 竟然这么仔细地拍下来 还这么仔细地去计算 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当时事实上 这个技术来说 对全世界来说都非常惊讶 中国讲我们崛起了 我们崛起了以后 我们推出在整个美国风阻之下 我们还是推出了华为的新手机 可是现在出来了 现在这个华为新手机 太烫了 会烫到人的 而且华为新手机 现在是证实一场 小学生对上博士生的战争 小学对博士生 对 因为博士生真正登场之后 才知道博士有多强 小学生有多差 iPhone是在15号上个周五 马上在中国大陆 做线上销售 结果才刚刚开卖 官网马上就荡掉了 为什么荡掉你知道吗 因为上去预购 抢买iPhone的人太多了 那中国不是讲 他们现在要全面抵制iPhone吗 连讨论都不能讨论 所以苹果是输在网路评论区 从来没有赢过华为 但是在销售量从来没有输过 向来就是苹果的手机 在中国大陆遥遥的领先 华为只在讨论区赢 因为这次销售量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 那你会怎么讲说 现在华为的晶片跟iPhone的晶片 是小学生跟博士生的差距 什么叫博士生 因为这次iPhone一开卖之后 台积电的台南厂 做了一场庆功宴 台积电没有对外公开这场庆功宴 他庆祝什么 因为这次是首次手机用 3奈米的晶片 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 总算用在iPhone上面 而且在全球开卖的A17晶片 所以台积电还举行了一个庆功宴 因为3奈米的技术 有了重大的突破 因为这次iPhone15 是台积电台南厂 3奈米厂 独家代购的 台南做的 对台南做的 但一样我们来比 所谓的华为新的手机 他用的是14奈米去做7奈米 他台积电差了4个世代 差了5年的技术 台积电上次用7奈米是什么样 是苹果的10跟11 现在卖的是15 差了整整4个世代 所以连华为的董事长 自己都说什么 我叫做博士生对上大学生 小学生对上博士生 我是远远的落后别人 我真的是小学生的水准 他说我们的对手 是一个博士的水准 我们是尽管国产化 还在小学水准 对 就是差了这么远 而且还更可怜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的手机还 里面装的是过时的晶片 这一次不是被查到说 华为的新手机 有海力士 有海力士的晶片 海力士吓到了董事长下令 从上到下 严格调查这件事情 因为我根本没有卖晶片给他 结果一拆开还要去查编号 一查才发现 那是2020年的旧晶片 早在被禁止之前卖给他了 所以全世界都看到了 原来华为的晶片里面放的 记忆体晶片 还是2020年过时的产品 是旧库存硬塞上去 而且现在对中国来讲 压力更大是 他很多的半导体 虽然我给你很多的补助 虽然你也进了ASMO 可能没有想到 一个一个倒了 不然有一倒了 这个在江苏的 时代新的半导体 时代新存半导体 他讲说 我当时有买ASMO 可是我ASMO要卖掉 那我现在厂怎么办 我这个厂 要当成养鸡厂 对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 在美国封锁之下 很多设备其实是很难运转的 所以这台时代新这家公司 2018年 他就买了ASMO的设备进来 是当初唯一能够进口 ASMO的曝光机的 现在进场之后 反而没有办法运转 怎么样 因为中国大陆 几乎所有的半数以上的半导体厂 全部都在赔钱 146家 有42家是腰转跟亏损的 那一亏损之后 怎么样 它的光刻机还是抢手 曝光机还是抢手 很多人还是要拍去 可是 变二手货败 把你的晶圆厂变成什么养鸡厂 所以这场小学生 因为它强出头 会被大学生整得更惨 所以你是苹果名 苹果所有产品 你都非常懂 你全部都有 今天苹果出了新的手机了 可是中国华为 也出新手机啊 现在中美双方都在手机上 出新的产品 有拼吗 好 宝贼哥 你今天突然拿这个图来 叫我比较华为跟 Apple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先跟大家讲 没有错 因为当美国的商务部长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华为突然无预警的推出来 对不对 它的这个 这个MAT60 Pro 那大家讲说 中国大陆有能力做自己的这个晶片 5G咧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几奈米的晶片 7奈米 那你知道苹果是几奈米 几奈米 苹果基本上都是5奈米起跳 今天推出的苹果15的Pro 是3奈米 所以这是3奈米 这是7奈米 基本上我觉得没什么好比 有差很多吗 差非常多 因为我就不要给大家秀图 等一下有时间再给大家秀 而且你特别想知道是 苹果今天出来跟华为有更大的差别 是 它是不同的世代 对 因为苹果已经进到了AI世代 也就是苹果现在的产品 包括现在iPhone 包括Pixel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 它的主流都在AI 这个跟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华为在推出之后这两天 最多人讨论的就是华为的手机好热 很烫吗 很烫 而且烫到po文以后 小红书中 直接被直接封闭 一个月不能讲话 你怎么可以讲话 我没有拿到我不知道 但他们说 如果到下雪的地方很好用 因为它会有一个暖手炉的效果 拿在手上一直很热 然后这是华为手机 那是实用的人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但讲完这句话之后 直接就被封闭了 华为我们先不多谈 我跟宝洁哥讲 今天凌晨半年时间推出的 苹果的iPhone15 它的手机现在目前 全世界都在看 首先 它的充电方式变Type-C 过往都不是 都是Lightning 那Type-C第一个 它充电速度快 它传输也快 第二个 宝洁哥在讲AI 我就跟宝洁哥讲 你会用你的手机照相吗 会啊 你会用照 那有没有可能 有时候不小心 你要照我的时候 都对到后面的吴哲家董事长 那怎么办 这张照不好 重照 现在新的AI手机 苹果的i15不用 宝洁哥我就给你看 因为这个你本来是要照我 这是我 这是吴哲家董事长 但吴哲家董事长太帅了 就直接就对焦了对不对 但等等 我不是要照你 我只要照他 你不用重照 因为同张照片 你可以做调整 直接变成这样 可以吗 后面的人就可以清楚了 因为同时 它不断的晶片 三大元的晶片 它扫描得很快 它就可以告诉你 它有不同地方的对焦 我按一下 后面就清楚了 其实宝洁哥应该这样讲 他在拍的时候 他就已经拍到不同的layer 他同时都拍了 就看你要选谁 你看你刚刚讲 我的手机的iPhone 我也有手表啊 苹果的Apple Watch 那我们最常 也都有 因为生活上使用会需要 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他也可以接电话 可以干嘛 我已经觉得很方便了 但是宝洁哥 他现在更厉害在哪里 你知道吗 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总是在方向盘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用另外一只手 再去按它 这样很危险 对不对 他就是用同一只手 两下 他就会 两下的这个Double Tap 按两下以后 他就会直接接听 或关掉 或是翻到下一页 直接用左手 两下就可以了 第二个 如果我们在这个家里面 这个已经大 对 按两下就有了 左手按两下 所以我不需要用另外一只手 所以它是一个方便 单手操作 你在开车 你在做什么事情 不会有影响另外一只手 第二个 我们如果说 比如说我现在跟宝洁哥录影 录到一半天 我的手机突然强起来 Siri或叫我干嘛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下一次一定要把它按掉 但是呢 更直接的方式是什么 把它盖住 我手直接把它盖上去以后呢 它声音跟影响 就会全部关掉 他就盖掉了 对 它现在就是更方便 更人性的方式就是 我只要把它盖起来就好了 就把它盖起来了 然后接听电话 现在又更快 然后它用Siri去放歌 会问问题的话 回答更快 像这个拍照快门 这个是本来就已经有 我现在这个手机也可以 直接把我的手机放那边 用我的这个Apple Watch 我们两个就可以合照 直接就是个自拍器 但是呢 现在还增加很多其他功能 包含可以控制电视 所以包含了苹果手机 跟它Apple Watch 都推出更快的晶片 而且进到AI 真的是已经到下来 可以说这个晶片 都是跟AI有关系 对 因为它现在目前就是 它晶片要够快 能力要够强才可以 所以才跟大家讲 这一次所推出 但它价格很贵 就是说这个新的iPhone 15 Pro Max 它用的是3奈米的晶片 不是每一款都是 如果你不是买顶级的话 没有到那么高 但3奈米的晶片 基本上是目前 全世界最快的手机晶片 其他的手机 目前暂时还追不上 之前曾经介绍过 华为推出了一个新手机 这个新手机 7奈米的5G手机 虽然出来的时候 宏洞不灵 可爱都不难 可是 大家觉得那只是中国自己在自嗨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拆解 或者越来越多人去跑分 发现 第一个 它的成本非常高 第二个 它的生产量可能有限 然后它的良率也不高 它并没有那样的市场价值 它对于苹果的威胁 微乎其微 可是 美国商务部 还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看待 我们看到 美国商务部 它居然发表什么声音 它居然讲 我们正在持续根据变动中的威胁环境 评估在适当时间更新我们的管制措施 我们毫不犹豫的会采取适当行动 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然后苏利文也讲 他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确切的天数 但这个不是几个 我们很快就给你了 我们要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的 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更清楚了解 我们要提出怎样的相应决定 问题来了 一个华为的5G手机 7nm的5G手机 出来了以后 为什么让美国的国安待会 为什么让美国的商务部 高度的戒备 而这个戒备 竟然已经升级到 国安等级 走 我们正在谈过的就是 华为推出了一个5G的7nm手机 而且刚刚讲的 市场觉得你很烫 你的良率很低 你的成本很高 你的生产量不多 然后你能够对这个市场 威胁并不大 可是刚刚讲到了 美国却高度戒备 今天刚刚讲 商务部是说 这个他们要采取 适当行动 保护美国国安全 而且苏利文讲 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伙伴 来采取适当的行动 那我想说 有这么严重吗 你说这个东西 要跟雷蒙多的说法一起看 因为雷蒙多直接跟中国讲 我会卖你晶片 但是我要限制你的军事能力 任何晶片 跟你的军事有关 我就不卖给你 你说可怕的是 现在这个麒麟9000 可能就是雷蒙多所说的 限制中国军事能力 还有尖端的晶片 跟军事结合的破口 没错 这个MAT60 Pro手机出来之后 你想说 这个哪有那么重要 不是说它7奈米的晶片 但是可能会过烫 效能没那么好 而且成本很高 但是你知道 美国的反应不是这样 美国现在是举国 在紧盯的这支手机 商务部说我们会采取行动 如果评估说我们要管制的时候 我们会毫不愿意采取行动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 另外苏立文说 我们现在尝试了了解 到底是什么之后 我们有相对应的这个政策 你想说 这个华为手机有这么专家吗 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问题出在这一颗晶片 就是麒麟9000S的晶片 美国去拆解之后 发现到说 它约莫等同于台积电的 7奈米的晶片 你或许你要商用 你要做很多晶片 做到商议颗晶片不容易 但是你要做到几百万颗 几千万颗是有可能的 那这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恐惧 你会把这些用到军事用途上面去 用到军事用途上面去 这对美国的威胁就相当相当大 因为刚才讲到的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是 14奈米以下 我就封锁你 代表说14奈米以下 只要你跟这个军事产业有关的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 美国可以在AI 可以在战场管理 可以在高速运算上面 甚至在AI上面 我可以遥遥领先 我可以压制你 可是如果709000 你进到了7奈米 那当时我要限制中国的军事能力 我要把这个所谓的晶片 作为一个割喉战 就办不到了 对 世上天蓬多之前说 他们想要用到军事能力的晶片 我绝对不会给你最高端的 但是问题是 中国也可以生产出7奈米的时候 这就会对美国形成一个 非常强大的威胁 所以它不是商业问题 它是军事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跟大家讲 现在美国本土境内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最先进的制程 是20奈米 所以美国国防产业 它直接下单到台积电 但是按照美国国防部 目前最先进的 它是用到14奈米 跟用到7奈米而已 但如果中国也可以用到7奈米 就差不多了 那是不是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会担心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它要加快 为什么它要把台积电弄到美国去 因为台积电现在是5奈米 也就是说我这样才能够保持领先 就没想到你居然可以做到7奈米 我们就说中国都一直是军民合用 中心的晶片可以用到中国的军事行动上面 美国不行啊 美国说是我要另外设计 问题是美国设计 现在就是14奈米跟7奈米 所以说华为如果有一个7奈米 那中国人民解放器就有一个7奈米了 为什么美国会那么紧张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一直在发展 很多无人机的这个飞弹的这个计划 还有无人机的计划 这些就是要用到比较先进的 可能7奈米甚至接下来5奈米 问题是目前为止 美国也刚在发展 中国它如果做得出来 它可能技术也跟你在伯仲之间 这对美国就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了 这样我就懂了 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机 一个7奈米5G的手机 会变成美国的国安问题 而这个时候美国在今天马上就突出 第一个 朱立文对这个表的一切 我们会有反制唆失 另外就是美军的low shot计划 今天正式展开 对也就是说美国现在 因为他们有无人机的很多计划 他们当然是要把握这个所谓 军事上面的领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这就是low shot 对那你知道 这次华为为什么又引起美国注意吗 我们知道原本华为只有推出 这个60Pro这支手机 但它今天又推出了几款 它又来了 60Pro Plus 然后还有X5 还有Mate60 保军事长 这个是折叠手机 就这样 这里面来说的话 都有这个搭载 麒麟9000S的晶片 所以我们或许 认为说它可能没办法量产 它或许量产的数量 可能比我们还要更多 这又会更加深了 美国的恐惧感 所以真的是 华为 中国 对美国叫板 所以那 那不再叫板 我是直接 直接对向雷蒙多了 我们就讲 这几天中国多嗨啊 你看这个 央视的这个视频 你看这个近日雷蒙多访华结束 深圳自己是对华最强硬的商务部长 而雷蒙多为华为代言的这个 海报在外媒疯传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影片 你看 央视还讽刺他 那甚至还有中国 他们还有人买这个 时代广场的广告 你说 这个是 这个是时代广场 这个是时代广场 你看全球代言人雷蒙多 他们还直接去那边呛吓 时代广场买了一个广告开门 广告开门居然讲 雷蒙多是华为的代言人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中国把这件事也视为 很刻意 很重要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现在全球都在拆他的这个 晶片 那这样 人家就说 这个 你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中国做 中国还给你 释出非常多的照片 这照片是什么 这是麒麟9000S在封册的这个画面 你看 它就是一个晶片 然后把它打上这个一样 把它打上这个外壳 然后把这个树枝都打上去 你看它封装了这个照片 另外一个 全世界还去 这个美国的take inside 它是这个全世界最会拆解 它去分析它的这个 它把它 我们说它是几奈米 这个我们说了不准 抱歉 你看它是用显微镜 显微镜 放大放大放大之后的这个状况 大家可能看不懂 所谓的奈米数就是 它这个 这个之间的这个 间隔是多少 你最小能够做到多少 3奈米就是3奈米 7奈米就是7奈米 他们的测量之后 最小可以做到7奈米 虽然约莫就是等于是7奈米 甚至它部分的架构 可能已经有 三星5奈米的这个水准 所以你就知道说 结果这个导致什么 导致人家就说 哇 原来三星 你的5奈米是不是 人家号称的 就是只有7奈米 所以今天三星股价 也出现一个下跌的状态 三星股价下跌 跟华为的手机有关系 对 因为你号称的5奈米 似乎就是华为说的7奈米 也是等于台积电的7奈米 被人家抓出来 所以它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这个7奈米9000S的晶片 可以是掀起了 这个全世界半导体的 这个滔天巨浪 刚刚讲的是 当中国丢出了 这个华为的手机 就取过兴奋 刚刚讲的 虽然我们觉得 它在商业上 第一个你要重复曝光 你就要四台不同的机器 你要四台不进去 你就要四个不同的成本 还有你的时间也会拉长 在时间上面 在成本上面 在生产量上面 在良率上面 你都没有办法 跟台积电抗衡 而且要讲 那是台积电过去 两三年前的技术 所以有人讲 那是五年前的技术 可是美国的 刚刚讲商务部 非常认真 非常紧张 说那是美国的国安问题 因为这个7奈米 真的突破 美国对中国的 军事封印吗 对 就是7奈米 刚刚我们提到 无人机14奈米 那7奈米 基本上来讲 就比无人机更加先进 那你想想看 中国到底是 从哪里拿到 这个相关的技术了 是偷的呢 还是抢的呢 到底是从哪边偷过来的 所以现在美国在测查 测查什么 他的所有现在在反中 就是所谓 切中国的供应链的过程当中 哪些地方是他漏洞 根本没有查到的地方 现在来讲的话 对他来讲 他基本上真的非常紧张 不过我还是觉得 中国常常耍这一招 什么耍这一招 就是故意让你美国紧张起来 然后突然间 你要不要来跟我谈一谈 因为我这边还有很多黑技术 可能你不知道的 就假故弄玄虚的概念 有一点是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正的概念 这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在涉及到中美过程的谈判过程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美国不是要跟中国切吗 中国说你再怎么切都没有用 所以我还是可以拿到你相关技术 所以全世界是一提的 是全球化的 所以你再怎么跟我这个切 还是没有用 所以今天丢出华为这个手机 而且我把iPhone手机抢 要把整个赶出我的公布门 那是对美国的一个博弈 对 就是跟美国嗆瞎 然后跟美国要把他谈条件 你要谈条件的话 你iPhone可以继续到这边 可以继续活下去 如果不行的话 对你美国来讲 你是造成最大的损害 你看到现在习近平在轻 轻什么东西呢 Apple也不去了 然后现在跟美国之间开始 你要跟我签 我来跟你签 没有错 你先来制裁我 我告诉你 我有很多的更先进的技术 说不定你拿不到的 你不知道的 那这时候呢 就是一种一场博弈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孤弄玄虚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直在看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说中国它其实 人家说 其实中国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 因为你中国人来到处 你还是可以活下去 因为就他们讲到 我们吃草都可以活下去 对 你对美国来讲的话 现在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像苏利文讲的话 还有联盟多讲的话 都在在的显示说 美国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些东西 是它不为人知的东西 是它不知道的东西 那现在才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不过我们看起来 中国内部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个东西就算制造出来 它的良率 良率才是一个最大问题 这个东西来讲 常常在中国或是3C 其实常常有这个良率 跟iPhone来讲的话 这个手机还是有一些对比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对美国 它还在侦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至少如果它真的做出来 但是它的量还有它的值 到底到什么地步 这其实美国是一并会调查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封杀 绝对会更加严密 而且基本上中国做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它真的是 你那个墙出头 你今天至少做出来 你就慢慢的偷偷的做 你不要现在突然间蹦出来 销罗打鼓 马上现在来讲 美国更加严重的 对你制裁的情况之下 你后面可能要进到一个更先进的科技 或是拿到更先进的科技的机会 可能就渺茫了 现在全世界都吓坏了 美国不是对中国进行了金面封锁吗 而且金面封锁最大的目标 就是华为 我让你华为 你只能停在自己 你不能进到5G的世界 可是没想到 华为就搞了一个5G的手机 而且彭博社说 我帮你拆解 拆解了以后 他真的跑速 可以到达5G的随准 然后呢 中国的小粉朴就疯了 怎么疯了 因为他发表的事情 刚好就是雷蒙多 保护中国的时间 他想 你知道吗 现在华为的这个MAT60 谁 雷蒙多把我们代言 而且他们的央视 央视还怎么讲 他说这个对中国来讲 最大的意识 你拆解开了以后 所有的供应链 都是中国的 保护你看这些报道之后 你觉得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啊 保护我跟你讲 假的 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 我跟你刚才讲 事实上没有错 这个华为的新鸡 MAT60 Pro 哇 出来之后 中国全部兴奋 那现在中国的小粉朴 去排队 中国的所有消费者 他去排队 排队卖到 他整个现场完全卖光了 不再怕黄油来买货 听说现在还要追加 什么1500万支 到1600万支 甚至还有人说 整个总量 可以散开到一亿支 哇 大家都很兴奋 那甚至你看 连国外都开始说 这个拆解 这个华为的这个晶片 突破美国的限制 那还有说 这个拆解 显示中国晶片的 这个突破 然后日进来说 它是华为5G的卷土重来 那不是很厉害吗 全世界把他讲得这样子 那你看 连中国晶片都非常兴奋 那这几天 他们都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这个华为 你看 这个雷蒙多来的时候 你看雷蒙多 他就在这个位置 那你看 MAT60的这个产品 你在这边 然后就说 你看我是雷蒙多 那我还第一次 为这个华为代言 严重梗涂都出来 所以他说 你这个封锁没有用 中国已经有一个 这个令人震撼的突破出现了 那华为崛起了 好姐 我跟他讲 实际上我们仔细去看 这个里面的这个 真正的内容 所以说 你今天仔细去拆解 仔细去比较 仔细去分析 对 假的 眼睛业障重 这样说啦 华为的这个手机是 他们没有错 他们自己做出了 他们的晶片 可是华为的手机 我跟你讲 那它是什么 它就是2020年的产品而已 所以它 我们现在是2023年 它是三年前的产品 它的基础含量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知道 中国有没有大量突破 说实在 真正的突破 意义是在于 中心真的有做出来晶片 但是能做出多少 我们都要打上个 非常大的疑问 可是他讲说 中心真的做出7奈米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我们讲 对比这个 它里面过去是9000S 9000的这个晶片 709000 现在新的是9000S的这个晶片 我们来仔细看里面的这个状况来说 没有错 这个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这是台积电的经验厂的这个代号 然后它的这个投产的时间 然后这是封装的这个时间 20131TW 那这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一次这个中国的中心的这个厂的这个代号 另外这是它的批号 没有错 这是中国 新人代表是在中国 中国做的 都是这样 没有错 但是你知道 那问题出在哪里吧 问题是在说 它的工艺水准 现在全世界在意是说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工艺 你说能不能量化 对 能不能市场化 对 目前来说的话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 它是过去用台积电的这个旧晶片 然后它把它磨改 磨改之后来弄成新的这个晶片 但基本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 比较有可能是目前为止来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晶片 就这样 大家就去拆解它内部了 内部来拆解来说 你看今天已经有很多厂商拆解 你说更新的资料出来 拆解出来之后 保险你知道 拆解之后呢 发现到说 它里面的这个状况 约莫是这样的数字 约莫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 你看 里面拆解之后 我们先不要讲说 它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能力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状况 这拆解之后你看 这一块黄黄是什么东西 这什么 这是它的散热片 散热片 散热片 你看它散热片是这样子 好我们来对比过去的手机 这是Vivo目前的手机 这是华为另外一代的手机 你看它散热片这样 散热片这样 然后散热片这样 然后这次散热片是整块都散热 整块散热片 告诉你什么意思呢 告诉你它的热度非常非常高 很烫 很烫 那为什么会很烫呢 很简单的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它的技术 没有那么的先进 没有那么先进之后 因为我要在这个 没有那么先进的晶片 我硬是要跑这样的状态之下 就好像我们讲 引擎你只能够跑到200公里 你硬是把它撑到230 那当然会很烫嘛 它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我要硬撑到5G以上 它当然就需要这么大的 这个散热片来让它散热 所以你从散热片回推就是 这一支手机会很烫 对 有人就说可能这支手机用久了之后 会是一个火龙 就是好像一个非常烫的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为止它的跑分 它的跑分来说 大家 我们中国 他们中国都很喜欢用跑分 他们就说 这是中国的跑分 它说约莫是等于这个销龙888 销龙888 也就是两三年前的这个水准的这个产品 另外很多数字来说 其实大家都说 这个MAT60 大概就是2020年左右的水准 跟目前主流规格 大概有三年以上的这个差距 可是其实我觉得 封锁到这个程度 你还可以把它压到三年 那也很厉害 对 那我们必须说 其实厉害是谁 厉害是中芯国际非常厉害 为什么要说 梁梦颂还是厉害的 对还是厉害 我觉得台湾人在做这个IC之后 还是真的相当厉害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目前整个这个 这个所谓MAT60 它的这个共耗 共耗来说是这样子 越上面是越好的数字 它目前为止的数字 就是这个样子 它对比其他的这个晶片 像销龙8的第二代 销龙888 天玑9000 甚至比它天玑9000 都还要更差 也就是它的耗能 你看 还有它的CPU的跑分 其实都没有很好的一个数字 那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真的它就是约莫斯台积电 2020年的水准 那我就跟他讲 你说你是2020年 对 可是要去跑2023年的水准 对好 那你要说 那这个技术门槛高不高 高在什么地方呢 高在因为他们这一次是 不计成本的 做了这一颗晶片 所以吴董最喜欢讲的 对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它这一次用的是 所谓的这个 DUV的这个 这个生子外光机 但它要做到 EUV能够做出来的东西 好 那为什么 这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DUV呢 它大概只能做到14奈米 那你要做到10奈米 或是做到7奈米 你要用多重曝光 多重曝光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这原本的线路 目前会只7奈米 大概可以做出这样的线路 但是呢 你要用14奈米去做了 它一开始只能够有这样的线路 为什么 因为它的线路不够细 没办法做到这么细 虽然它要做到这么细的时候 它要第一次做这个 第二次再做这个 第三次做这个 把三个组合起来 才能够做出这个线路 所以就是说 它必须要很多次的曝光 所以我先曝这个 再曝光这个 再曝光这个 再把三个整合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做的话 它就只能够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这个状况 如果我要一次把它曝光 就是要这么大 但是我要做出这么大的时候 我就只能够一个 一个 一个 这样做 然后曝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说 为什么台积电后来放弃 其实台积电 它这个N加1的这个技术 最早是谁 人家就说梁梦聪是超台积电的 台积电有这个技术 因为台积电之前 曾经用14奈米 做到10奈米之后 它就不做了 它发现到说7奈米以下来 我要用EUV去做 因为这样才会比较划算 所以它以下来 它就不用DUV 它用EUV去做 最早用DUV 可以做到7奈米的 是台积电 所以后来台积电会放弃 因为以下的话 我这样多重曝光 你知道这有什么难度吗 第一个 我这一次 我等于是 这一次要对 这次要对 第二次 第三次要对 都要对 我才能够合成一个 我只要中间有一个制程 漏掉的时候 这个整体就爆掉 所以这个难度 是难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良率可能是一个悲剧 良率是个悲剧之外 它的次数要非常多次 也就是说 它的产量不会很大 那也就是它的成本 可能是别人的晶片 譬如说 如果我用台积电的7奈米 去做这颗晶片的话 可能成本非常低 但如果用中心的来做的话 它可能成本会非常非常高 可能是一般成本的 两倍到三倍 难怪 Rumor在第一天的时候 讲 现在这个晶片拆解了以后 它真的跳过了美国的制裁 跟美国的封锁 但现在 它在仔细看了以后 它就讲 中国在绕过限制方面 的确做得很好 但这种状况 通常不能经常重演 代表 你的技术限制很高 你的良率很低 不能经常重演 北京的庆祝跟华盛顿的绝望 都为时过早 对 事实上你要说什么 它是 最早的多重 不光40年就提出了 甚至是全球领先的台积电 已经采用过 台积电有用过这个方法 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那可是 这次用这个所谓 四个步骤 可以实现的这个状况 这个7奈米 但是有一个缺点 增加所需设备的这个数量 因为我需要四套设备 我们要过去 如果你用EUV的话 只要一台就可以做完 但是你要四台DUV 才能够做出这样的技术 难怪它现在拼命买DUV 对 然后提高了成本 而且降低了所谓制造量 所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这一颗 我们可以端定 而且它的良率一定非常的差 但是对华为来讲 它不在意这一点 华为现在想的是什么呢 它就一定要出这只手机 突破 我一定要表示说 我突破了美国的封锁 那赔钱我也没有关系 因为 它才刚刚拿到 300亿的这个补助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这个 一直在这个地方 那结果你看中芯 中芯这一次来说 它也交出了它的财报 它财报也不好 所以告诉你什么 事实上它做这些东西 中芯财报 大减52% 对 也没有很好 所以告诉你什么 事实上他们花了这么多钱 在搞这些东西来说的话 最终是怎样 最终是 但是我相信 这只手机在中国 一定会大卖 对 因为中国一定会去 为爱国去买这只手机 但是你要花了 大概约莫新台币 三万块 只能买到2020年的产品 而且这只手机 可能会非常的烫 烫到让你无法接受 所以说关键在两率 关键在两率的话 你的整个产能 对 就是问题了 对 所以它现在呢 我可以大概说出来 就是说 它现在的第一批手机 卖出去 第二批手机 什么时候出来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一定会非常 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时间 你每一颗晶片 都要人家的三倍到四倍 以上的时间去做 那这会怎样 导致什么 导致中芯呢 它可能这个很多厂 它必须要 这个全能为你锁 对 那这样的话 搞不好中芯的业绩 也会不好 那华为呢 反正不管了 反正他们现在全居锅 就是要把华为这只手机生产出来 跟全世界证明 华为已经突破那个障碍 所以你说 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意思 对 我再堵一口气 对 也就是说 它现在要为 这个全民为华为续命 大家去买 这是华为的手机吧 那买这只手机 让华为有营销的收入 让它能够掉一口气 在这个地方 掉一口气 对 或许长远 因为他们 它说这只手机 可以卖到一亿台 一亿台的话 这个所谓资金规模 对华为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现金流可以入账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不要太认真的 他们这次 我说真正突破 是突破在谁 中心真的突破了 那你说华为 有什么太多突破吗 目前为止 还看不太出来 现在中国举国欢腾 竟然华为 突破美国的限制 而且我可以做到 一个5G的金片 5G的金片跑分 虽然自从讲 你是2020年的随者 可是对中国来讲 你封锁这个样子 我居然还可以有成绩 他真的 中国人 集中力量办大事 真的可以办出来吗 当然不是吧 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悲哀的一个民族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国家 结果思想的 这个思想的 这个 悲哀的民族 当然是悲哀的民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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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这个事情怎么算成就 这个一个华为的成就 这个就是他们 现在用做假的方式 来满足他本身的一个自尊心 所以你讲说 这变成思想的侏儒 当然是个典型的思想的侏儒 这是非常悲哀 你不觉得这个很可怜吗 对不对 那么一点点的小的东西 能够改变他的国家命运吗 当然不行 真的因为你突破了吗 他真的如果突破的话 然后老美没有别的招来治他吗 对不对 他不是招来更大的祸事 如果真的给他 让七代米成功的话 你认为老美会怎么干他 再继续讲 继续再往下再打吗 因为雷波多讲 我有很多的大棒子 对啊 所以他而且 而且再想回来 就算你这半导体 给你早晚给你成功以后 你这个量体 你是一个维持 将近18兆到20兆美金的 一个巨大的一个 生产量的一个国家 这个GDP的量体的国家 你需要什么样的 这个产品 才能够满足你这个 18兆到20兆美金 对不对 然后你要什么样的市场 来配合你啊 这个对于这个很简单 唯一只有一个选项嘛 就是美国嘛 美国给你技术 美国给你市场嘛 你今天要挑战美国的权威之后 就变成 就要华为 你就高兴几天嘛 对 而且搞假的高兴 这只能高兴几天 所以这个是 没有出席的国家嘛 他不从根本面具 想要解决问题嘛 然后找一些这种 花俏的宣传的 对 造假的 来满足自己的 卑微的这种虚荣心而已 那中国转不回来了吗 转不 现在 所以全世界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全世界在看 中国现在成立 在发改委上 成立了一个民营经济局 对 今天 这两天成立了 这两天刚刚成立了 这不是很奇怪 发改委下面 成立一个民营经济局 那表示你这个国家是在 还是在计划经济的结构之下 要开放一部分的窄门 对 让给民营经济嘛 那这个跟世界朝铁是违背的 怎么会是 这是相向而行的东西 对 所以这种的开放方式的话 你看得很简单嘛 大家一开始不看好嘛 就是这个目前走到了一个 这个末入途穷 你知道吧 你走到他走不下去了嘛 对 走不下去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在要求 所以重用建设型 用重大公共工程的投资 来创造GDP 还在搞这个东西 对 可是现在已经国穷民困了 他怎么可能在创造这么多 那么大的东西 所以目前呢 这会要回到另外一个概念 当年在文革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怎么机会 因为他国家很穷 所以叫知识青年下乡 下乡下港 下乡下港 那我现在请问你 他现在不敢公布他的知识 他的青年失业率嘛 对 据说到三成了嘛 他上今年年初公布到两成 两成就不公布了 现在大概三成了 那这些知识青年去哪里呢 他不会下乡啊 就会变成游民了嘛 所以他现在搞这个东西 当然没有新的产业的政策出来 没有新的产业经济的话 那这个国家是怎么走下去 所以全世界在观察 你到底要怎么走 然后你还要继续跟美国作对吗 这么悲观吗 情况如此嘛 没有美国这个市场的中国 大家可以去想象嘛 而且最后一个 联盟多电视区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 怎么确定 就是你这个反间谍法 那个反间谍法搞到你全国都是 你现在变成全国都可以抓间谍 抓间谍 大家楼上楼下全部互相打小报告 又回到文革时代了 那外商现在吓都吓死了 台商也吓都吓死了 那这个怎么会 在这种的氛围情况之下 它能发展科技吗 不能吗 世界上唯一有成功的一个国家 就是当时在苏联时代 曾经有发展过 它的航太工业第一个发射了卫星上天空 从此之后一派土地 今天你看到苏联的科技 它有进步吗 所以我要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它一定要靠美国 一定要靠先进的科技来转换腾龙患鸟 转换它的商业的结构 然后跟上21世纪的这个市场 但这个工作 它必须要在政治的路线上 在意识形态上 要跟美国一致 它先用左派的政治 用左派的这种 用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政治 来想要强挑战美国的 这种霸权地位的话 这个路我看非常非常困难